朋友好继续分享毛泽东大传 我继续说东山时期的毛主席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可不仅仅是文章魁首 16岁的毛主席已经开始胸怀天下 心意苍生了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和同学们那时候 做了个三谈的原则 和大家约定 就是你要跟我毛泽东交往的话 我给你立个规矩 什么规矩呢 叫三谈 就是我们跟我交往之谈读书心得 就是你读过书了有什么心得 你谈一谈读书心得 第二谈谈社会问题 第三谈国家大事 鸡铃骨碎的你别找我 我毛泽东只谈这三方面的东西 大家想想后来毛主席在长沙 在湖南一世的时候 不是有过一个三不谈原则 那时候一世时期的毛主席那时候 只不谈金钱 不谈女人 不谈家庭琐事 这都是一脉相承的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就已经 为自己 也是 为他人定了三个 定了一个三谈的原则 事实上呢 这三谈的原则 你也就从中看到了 毛主席 他的人生利益 和他的生命的格局 是吧 那么呢 这个期间的毛主席 这个东山湘湘 一个镇上 出了这个 这个小岛 东山学校事实上就是个小岛 一座石桥跟外面下了一间 中间就是个 水环绕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孤岛 那就是毛主席上学的时候的 东山学校的校区 但这个校区之外 这个岛之外 那依旧是百姓苍生 那依旧是 这个 中国 最 苦难最深重的时候 1910年 你想让这武昌旗的枪声 都快响了 那是中华民族 应该说 那是这个 最苦难的时期 所以耳污目染 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的事态 摆向 看到 这个 人民生活之间 生存之苦 那么 毛主席从小 受母亲的影响也罢 生来 与生俱来也好 毛主席就见不得受苦人 受苦 就见不得弱小者 视小者 受欺凌 这是 毛主席一辈子 一辈子都这样 能见过以后 就有那么一个镜头 我永远都忘不了 毛主席是在 1958年吧 有一个 很多毛主席 那个纪录片都有那个镜头 视察工厂 然后工人们站成一排 穿着工装 站成一排 然后 这个 这个 等着毛主席 接见他 毛主席过来跟每个人就点头啊 点头啊 致意 但是他忽然把手伸出去了 你看他伸手 伸像谁呢 就伸像一个个子最矮的工人 毛主席主动把手伸下 跟他握着手 把那小工人给幸福的 不要不要了 毛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从来都是 这个 心向弱者 贫者 见者 所谓的贫贱者 贫贱者 啊 包括个子矮的 这都是毛主席需要尤其关照的 啊 哎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 啊 就已经是这样子 啊 一个 啊 心系民间 啊 情系百姓的 这样的一介小书生 毛主席那时候同情 他看到的 他周边能接触到的这些贫苦的这些人 啊 东山学校 毛主席的故事不有很多流行的 比如说主动 为店户 什么义三奶奶他们家挑水 也批柴呀 然后这个 一对母子 贫穷的母子没有钱 百度过河呀 说交不起这个 这个船钱呢 他自己主动的 啊 就帮着这个母子交上这个过河的船钱 啊 人家这个 这个一个贫困的工友 啊 合一而卧 没有行 他自己把自己的被褥送给人家 啊 这都是东山时期毛主席留下的 啊 这些个故事 啊 也就是 在东山时期 我说心 心由天下 啊 心 系这个人民的 啊 毛主席 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 叫子日 啊 叫子日 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 那已经 有了些 颇具了一些 大家气象的 已经 嗯 那么 除此之外 啊 这个 东山时期 是毛主席修学储能的 应该说是 是他 这个正式的修学储能的起点 修学储能之地 所以呢 在东山时候的毛主席 就开始养成了啊 支持他 伟大一生的 不仅是知识 还有 体魄 啊 你想想毛主席后来的艰苦卓绝的 那那那那那中国革命时期 包括25000里长征 啊 这份 充裕的体能 体魄 强健的 体魄 啊 和他小时候的 啊 这个 这个 田笼上的这样子 这个劳作有关系 和他生来的体魄有关系 和他后天的锻炼有关系 啊 东山时期的毛主席那时候就开始 积极的 踊跃的参加 学校开设的一些的体育活动 进行 教育系统的体育锻炼 啊 东山 他后边有个东台山嘛 啊 前面有连人水 嗯 那么 王主席那个时候登山游泳 啊 这都是他日常的 这些锻炼的坑 以此 磨练自己的意志 强健自己的体魄 也正是因为在东山时期 有了这样的基础 后来到了长沙 到了医师之后 尤其是遇到了他的一生的导师 恩师 杨昌记啊 杨昌记的 这个生活理念 啊 这个运动理念 包括新 新性修行的理念 跟毛主席很多东西 大为契合 毛主席也都是 这个 跟随着恩师的这个脚步 啊 湖南医师时候 毛主席很多的生活习惯 包括运动习惯啊 东山时就已经有了基础 加上这个杨怀忠先生对他的这种感染啊 那么东山时期的毛主席啊 东山毛主席仅仅是读了半年多的书啊 就离开了 但是毛主席一生 这个感念这个东山学堂 东山小学堂 毛主席自己对于东山学校 东山学堂在他一生中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意义 他有着高度的这样的评价 1955年的时候 毛主席在和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国文老师 这个 他这个 就是最喜欢的 东山学堂的时候 最喜欢他做文的那个国文老师 谭永春啊 谭永春的儿子 嗯 55年的时候 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 叫谭世音 这个谭世音同时呢 也是毛主席东山时期的同学 毛主席在和谭世音谈话的时候 自然就了解了东山了 嗯 他说 他说我进不了东山学校 也到不了长沙城 只怕出不了烧山冲 这话你要帮他再引一点的话 他说他进不了东山学校 也到不了长沙城 那就更不要了 谭北京城了是不是啊 啊 所以东山对于毛主席 就是意义非般若 所以毛主席一生 不忘自己的母校 这个东山学小学堂 我们现在都叫东山学校 1895年的时候是建校 那时候叫东山经舍 1900年的时候改成叫东山书院 后来05年的时候改成叫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主席上学的时候 学校另名字叫东山高等小学堂 那么毛主席一一有10年年底 啊 离开他的那时候 啊 这个 离开以后呢 这东山学堂呢 又几亿七名 嗯 最后现在他叫东山学校啊 现在就是他的学校那个正门 就老建筑那个正门 两边飞檐啊 正中间开一门那些土校门 上挂一块匾 毛主席写的东山学校四个大字 东山学校这个名是毛主席 最后1958年的时候 给这个学校提校名的时候 提了东山学校 从此这学校就不改就不改名了 就叫东山学校 嗯 毛主席给东山学校提校名啊 还有段故事啊 58年的时候啊 毛主席是最后这个 曾经的私说的老师 也是他这个堂兄 毛毛丽军 受这个乡谭县委的委托 然后就来到北京了 就是找毛主席 说这个乡谭呢 湖南省委批准了 在乡谭办一所大学 叫乡谭大学 这是你故乡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故乡人民 请毛主席给我们对 故乡的第一所大学提个校名 哎 这毛主席很高兴啊 是不是啊 哎呦 我家乡都办大学了 是不是啊 所以很高兴 他就给这个乡谭大学 欣然就提了这个 这个校名了 然后毛主席忽然想起来 什么事 毛主席一开始就提之前 提乡谭大学 提校名字写之前的时候 忽然间就 笔都拿起来 就停住了 说不行啊 哈哈 这个大腾熊 这个毛语 毛语居老先生说 不行我不能提吧 我小时候读书 我是在乡乡的东山学校 东山来信 给我来了好几次信 然后给他写校盘 我到现在 我还没有给写 啊 这个如果我现在要就是给乡谭写上了的话 人家那属乡乡县的 这个我给乡谭大学写了名 你们乡乡县人家都不挑领 是不是啊 人家在这之前都找老外刺 说他提校名的时候 他会说我偏心呢 哈哈 毛语居说 毛语居说那正好吧 干脆你给东山这次也提了 得了吧 我替你送过去 是不是啊 哎 毛主席也好 然后毛主席说 那给东山提什么名啊 这个毛语居说 现在东山学校叫东山小学 毛主席当时说 为什么一定要叫小学呢 说是将来可以在这个技术上办中学吗 办大学吗 毛主席说干脆 我看就叫东山学校 什么学都能包括了 是不是 尤其是毛主席 欣然命笔 东山学校 就给你提 提完之后 毛主席还很正式跟毛语居说 说你要亲自到东山学校去一下 把这个给他 毛主席顺便呢 还让毛语居给东山学校带了一封信 信是这么写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 甚谢 献尊主写了校名二指 请选用 为之适当 毛泽东 你看毛主席 给个东山学校 提个校名 都得最后说 请选用 我写两章 请选用 为之适当 58年9月10号 1958年 你听着可能奇怪 毛主席这个系列怎么写 这像什么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 这是怎么回事 这故事就在这里 原来1958年 在此之前 就是半年多 1958年年初的时候 乡乡县的小学老师 都集中在县城 那时候 58年一份搞整风 他们搞整风 然后的 东山小学部分老师 在讨论大明大放的时候 让大家鼓励大家大明大放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有些 东山学校的老师就说 说毛主席 已经为他家乡的 韶山学校 提了校名 也为他 这个长沙的湖南医师 提了校名 我们东山小学 也是毛主席的母校 到现在为止 才怎么没跟我学校 提校名 就这么着 这东山小学的 这几个老师呢 就写了个大字报 就贴到那个 学习那个地方 大字报 那个大字报栏里 大家觉得 这很好 挺好看了之后 觉得这都是 老师严为新生啊 是不是 觉得挺好 就这么着 就有一个老师呢 姓李姓的一个老师 就直笔 就把大字报核抄下来了 然后做一封信 就寄给毛主席 说意思就是请毛主席 不要厚此薄笔 你也要为我 你曾经的母校东山 提个校名 然后当时就有十多个老师 就签了名呢 但是没想到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 他们就搞反右嘛 也是 也反右斗争 尾声的时候 结果呢 参与签名的几个老师 就被划为右派 就被打成右派 然后呢 并且呢 这个还不让刀老师 还在被批了 然后还下放 去劳动去 这就是毛主席 收到那个大字报 就这个 故事源起 就在这 那么毛主席 提完了校名了 毛雨军 拿着毛主席提的 这个 这这这两首字 和毛主席 写给东山学校的信 就来到了这个东山了 然后呢 这个东山这个领导 校领导 看到以后 那激动的不得了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 随后他们就不安起来 不安起来 为什么 因为毛主席 给我们提校名了 这是大事 这得向全校师生 得向全县的 这个父老的 得汇报 得报喜 这事 但是呢 他们就难了 你说毛主席提校名了 这个可以报 但毛主席同时 还附了一封信 这个信 根本跟大家说 因为信里 毛主席提到了 大字报的事 你还不敢断章取义 毛主席的这种短信 你还不能把第一话 给省了 是不是 那还得了 但你要是把这个信 都公布了 推到大字报 这个事 这怎么办呢 你这等于什么 这等于说 这 等于说 毛主席根本没怪罪 写大字报这个事 是不是 毛主席还把他当成一个玩笑 还当成一个提醒校名的由头 就是写大字报 这没有什么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 把写大字报 都给了 都给了 停了 喝了 都下放了 都画成右派了 是不是 但是你说 我们要是把这个信公布出来的话 你这等于我画错了吗 这右派 这就两难了 最后呢 这校长就赶紧 就找到 上上上 上他们县里 给县领导汇报去 最后 这个县里决定说 一把毛主席提醒校名 赶紧做成排扁 赶紧挂起来 第二个呢 给全校师生做 毛主席提完之后 证明要做校徽 但是这个信呢 暂时就不公布 所以毛主席 给他们写的这封信 一直到1985年 那个58年写的 就给他们 六八七八八八 二十七年后 东山学校 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 才全文公开 面向全校和社会 同时呢 也把毛主席提醒校名 那九月十号 确定为东山学校的 这个校庆日 东山学校 毛主席 秦系东山 一直到五十年代 给东山提醒校名 毛主席和东山的故事 我们就 说完了 东山 东台山还太矮 连水也太浅 龙归大海 他还要向大河大江 去进发 毛主席 就要告别东山 到大城市 要到长沙城去 明天 我们继续说 谢谢大家